侍女们来到了潘桃园 惊讶得不得了 哦天呐 这里发生了什么 桃子都没了 王母娘娘要知道了 会发怒的 孙悟空睡在树枝上 被侍女们的声音吵醒 吵死了 谁把我吵醒了 不让我多睡一会儿 孙悟空对不起 你们是王母的侍女 对吗 为什么来这儿 我们来这里 是为盘桃大会摘一些桃子 盘桃大会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盘桃大会 是天庭上最重要的盛世之一 所有的神仙 都会被邀请附会 今年就连观音菩萨 也会应邀附会 是吗 那么毫无疑问 我也会被邀请的对吗 这 也许没有吧 孙悟空非常沮丧 因为他没有被邀请 参加盘桃会 竟敢不邀请我 简直难以置信 不过 言归正传 你知道这里的桃子 怎么了吗 哈哈 所有的桃子都被我吃了 太好吃了 哦不 我们得禀报王母娘娘 不 你们不能这样 接着 孙悟空用一股神力 将侍女们包裹起来 不久 他们就陷入了沉睡 王母娘娘 桃子 这下麻烦了 我该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 侍女们醒了 哦 哦 早上了吗 我们遇上大麻烦了 所有的桃子都不见了 我们现在必须 禀报王母娘娘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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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